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认为金索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或者说成名作 最能体现张爱玲的艺术功力 《倾城之恋》根据各种名义的调查 我在大学里问同学做的调查 张爱玲最有名的四五部作品 《金索记》《第一炉香》《青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 当然后来还有《小团圆》等等 问到大家个人最喜欢哪一部 结果呢 无论在北京还是香港还是台北 最多人喜欢的竟然都是《青城之恋》 不知道啊 这是不是因为张爱玲笔下 这是唯一的一个爱情故事有happy ending 或者是从女性主义女权角度讲 这也是作家笔下 这个女主人公最后获得胜利 或者我们这样说吧 或者至少打个平手这样一个战利 还是因为人们根本就是喜欢做梦 不管是上海梦 香港梦 美国梦 中国梦 这个香港梦跟上海梦有什么区别啊 糖醋排骨 粉蒸肉 还是温差吧 香港比较热 中国梦跟美国梦有什么区别啊 我见过这么一个段子 说中国梦跟美国梦最大的区别 就是时差 时差 这边是白天 这边黑夜 所以我们一再说好的比喻啊 大都既是写实 又是象征 《青城之恋》呢 可以作为通俗小说读 也可以放在文学史上研究 在后面一个层面 就文学史的角度看 这个小说呢 有三层意义 我这个教书写文章的基本方法就是 先从小的地方去推敲故事情景 然后再把它放到大背景文学史上 比方说这个第一炉香吧 我是先讲一个女人的啊 这个堕落的几个过程 这个一个故事的不同的详略处理 然后我们把它拉开来跟曹宇的张分水的代表做比较 哦 原来发现同样这么一个故事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左翼的啊 一张社会革命的文学啊 罪恶社会逼人堕落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通俗文学啊 世民的白日梦得到宣泄啊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成相对来说的纯文学 就是人性的弱点 这么一步步合理和自然的步入荒谬 这个《青春之恋》也是这个样子 我这个第一次读的时候啊 我跟傅雷想的一样 啥嘛 这就是一个小市民发梦嘛 爱情小说嘛 浪漫战胜世俗 大家知道这个迅宇啊 在他的评论张爱玲的第一篇文章里 非常称赞金锁记 但批评《青春之恋》 我当时呢 也第一次读也觉得 小说没啥生意啊 不像看金锁记啊 我一下子觉得震惊 但后来呢 读了第二遍 发现《青春之恋》呢 的确包含很多意义 简单的说 我们先简单的说 这个之后再详细的展开啊 第一呢 这个小说呢 改写颠覆了五四以来 爱情文学 所谓男交女 或者是男救女的 一个基本的启蒙模式 大家不要觉得绕口啊 我们以后会慢慢解释 第二 这个小说又改写了 一般爱情文学男女 一见钟情以后 共同对抗外界社会压力 这么一个基本的故事格局 第三 按照美国杜克大学 讲座教授周雷的说法 女人与传统割裂 走到外面世界 跟一个华侨接触 她呢 也是华文文学 中国人跟世界关系的一个 隐喻象征 这个事情就有点复杂了啊 我解释一下 有一年在香港大学开会 那是1988年吧 我记得 北大教授谢缅 他的报告说呢 我们中国人经过文革呢 现在重新走向世界 我们热情的拥抱世界 回归世界 这是 其实这是八十年代 或包括到今天 这个很多中国人的一个 对世界的一个基本想象 就是我们开放了 然后我们就回归到 世界的大家庭当中 当时呢 这个在香港出生 在美国学界很出名的 这个提倡后现代理论的 周雷教授呢 就做了一个疑问 他说这个 谢缅教授这个比方很美好啊 世界是个大家庭啊 中国呢 解放了这个自己的禁锢啊 拥抱世界 世界拥抱中国 但是 他说西方的学术界啊 不是这么比喻的 他们说西方是啥 是一个强壮出野的男人 中国呢 是一个美丽的老处女 于是呢 就有了 男人欺负老处女 这么一个形象画面和象征了 大家明白没有 所以在我看来呢 谢缅教授的比喻 有他的道理 周雷教授的意象呢 也有他的罗切 这个周雷是个非常出名的 女性主义评论家啊 这个他的理论后面是有一整套的这个意识形态 用来解读张爱玲 喜欢的那种中国传统女人 跟留学生回来这种恋爱交战模式呢 尤其有意思 这个理论我们回头看啊 大家记得白六叔在上海的家 那个地方是不能呆了 他说 这个地方是不能呆了 讲了两遍 因此呢 对着镜子音音一笑 从此跟中校 这个 结议啊 不相干了 冒险到香港 住进了潜水湾 一个商人帮他订的酒店 看看 这个象征意义很明显 这是一个被迫走向现代的中国 无奈要反抗割掉自己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 是含羞忍辱 面对世界 冒险一番 所以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恋爱故事 男女战争 他真的就是男女之间的较量打仗 我们通常说的男女相爱故事 总是一见钟情 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都都有一句话嘛 男人之间说的话 叫先小人后君子 这个爱情当中呢 我们当然应该先君子 后来当然也是君子了 但是这个小说呢 的确是爱情当中的先小人后君子 什么意思 就是一开始 这一男一女啊 两个主角啊 都是互相算计 十八班功夫 各种战术战略技巧 绝大部分时间 两个人处在猜疑 试探 征服和作战状态 可是最后啊 居然他们还能走到一起 所以呢 对于我们今天 在爱情战场上 南征北战胜负未定的各位男女同胞 各位青春少女颜值帅哥 各位小时代的英雄战士 大家要想学一点男女战争的诀窍 那我们来细看一下 女主角白溜苏呢 是一个离了婚的女子 张爱玲后来说 我写她二十八岁 其实我就觉得她应该三十多岁 但是作家有顾虑 张爱玲说了 我要写她三十多岁呢 大家可能不那么喜欢 读者可能不那么接受 是不是这样啊 我不知道 大概那个时候是吧 今天情况当然是不一样了 张曼玉啊 许晴啊 被人说四十多岁五十岁 照样情场新闻一大堆 我这注意到啊 娱乐媒体啊 特别喜欢以明星的年龄 来做标题 尤其是美女 昔日美女 可是她现在年龄到了 五十岁的某某某 六十岁的这个六咬庆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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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这是满足人的一种 什么心理啊 这个八卦版的这个小编啊 是不是 这个读者有一种安慰 就看到昔日的大美人 这个今天也到了这个年龄 然后看完了这样的新闻 自己在照照镜子 然后就得到一种安慰呢 或者是一种鼓励 OK 啊你看四十岁五十岁 照样美艳如西啊 这个动灵 动灵 这个冰冻的冻 张爱玲呢 作为一个小说作者 也说她设计人物年龄的时候 要考虑读者接受心理 这很少见 一般作家不会说 所以这个既是文化工业的共创规则 也说明作家对女性的 这个社会文化地位的一种 特殊的观察 大概啊 今天五十多岁 谁谁谁也无所谓了 可是那个时候的上海读者呢 觉得二十八岁 这是个临界点 这个 她已经不年轻了 徐太太那个媒婆啊 跟她明说 早几年就好了 但是现在还来得及 所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可以第二次 启航扬帆 男主角叫范柳元 小说里写她三十二岁 李欧凡教授啊 这个 他也是张爱玲研究的专家 他说范柳元应该不止这个年龄 他说他年龄可以更大些 今天啊 人们对男女年龄的这个差距啊 心理承受能力是很大的 这个 我们都知道 有位诺贝尔得讲 这个不去讲了 现在倒过来 女男的年龄差距 大家现在也都能接受 现在法国总统 太太比她大二十多岁 对不对 刘凡教授呢 八九年呢 就请我去美国芝加哥大学 做访问学者 她的热爱青城之恋 热爱到什么程度呢 她自己写了 好像不止一本小说 叫范柳元灿情录 学者写小说啊 很少的 她说她把自己写成范柳元 然后说这个爱情故事 接下去怎么发展 大家知道真的小说是 到一个happy ending 就停下来了嘛 具体两个人将来怎么样 哎 李欧凡写说 用小说把她表演 她把这个小说交给 这个台湾的学者的 哈佛大学的王德威 还有内地的学者李陀 他们几个看 看了以后呢 李陀还写了文章 说李欧凡写的怎么好 怎么好 王德威就比较妙 她呢 在台北麦田出版了这本书 但她没有以自己的名字 来写评论 她写了一个评论 叫后继 后继非常妙 署名呢 是董正宝的儿子 大家知道董正宝 这里我要纠正一下 其实这个字 我常常念错 我念他这个董正宝 其实这个字是 单人编一个冬天的冬 应该准确的发音是同 同正宝 大家知道同正宝 就是红玫瑰白玫瑰里边 这个一个人物 当然他是个虚构的主角 他怎么有儿子呢 原来这个就是王德威假冒的 这个你刘凡说你是范柳原 那我王德威 当然就可以是虚构的 正宝的儿子了 原来他在后继里说 这个同正宝的儿子呢 49年以后一直住在上海 就住在华东师大附近 认识华东师大的陈子善老师 他知道陈子善老师是张学研究 专家尤其是资料方面 更妙的是 这个正宝的儿子啊 还知道师大的徐子东老师 后来呢离开了上海 去了香港 拜托啊 后来有人真的拿了这本书来给我看啊 说你认识正宝的儿子啊 我一头雾水 我怎么认识佟正宝的儿子 佟正宝是个小说人物啊 仔细一看 才知道这是王德威写的 这样他就出版了李欧凡的书 也没有直接的评论 这个我听其他的朋友嘛 这个黄子平啊 他们说李欧凡教授的这个书啊 主要是自娱自乐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非常喜欢范柳元 一直说范柳元 不止三十二岁 相貌长得粗之大业 这个我们在那个戏图扎爱玲的 最初介绍的时候说 这个在张爱玲的文字面前 任何细读都是粗之大业 当我用这个四个字的时候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范柳元 就是范柳元这个 他的这个长得粗之大业 而且说实在话 他对白刘苏的了解啊 就像我们对女人的了解一样 都是粗之大业 这个 我们理解粗之大业啥意思 就是不那么烫衣服了 头发翘翘了 这个 我的头发也不整齐 所以这个也 不当然了 小说里面写这个范柳元 是一个私生子 父亲是个富商 在伦敦碰到个女的 就生了个孩子 富商又怕家里的人说 所以这个私生子呢 还不能公开来承认 但是私生子还是有钱哦 越来广 一直在外面到处风流 现在回来相亲 很多人都要找他 这个小说里女主角呢 要摆脱旧式中国家庭困境 被迫冒险寻找长期饭票 男主角呢 是华侨回国 反而欣赏传统妇女美德 想追寻中国情调 所以呢 这么一个一男一女的 这个爱情战争啊 我给他计算了一下 总共呢 七个回合 大家记住好 七个回合 一个都不能少 第一个回合就是跳舞 这个回合我们没有直接看到 但前面的背景 小说里很详细 白流叔是家里的 第六个女儿 下面还有个妹妹 就七妹 她离婚的时候呢 带了一些钱回来 家里掌权的呢 是第三个媳妇 跟第四个媳妇 经过几年时间呢 钱都花完了 家里的人就嫌弃 她待在家里 话就很难听了 这个 我自己啊 在上海 也有些亲戚 就是属于民国期间的一些 民族资产阶级吧 这家里的情况啊 跟小说写的非常像 我可不想太多 暴露自己的私影 但是我可以说像什么呢 就一家人家 几个姐妹 先后嫁人 就像琉璃瓦写的那样 父母呢 努力精心 帮他们寻找 有钱的夫婿 无形当中呢 几个姐妹呢 都在那里比较 谁家的男人 有钱有地位 每个人回到娘家 你夫家的实力 就代表了 这个女儿 回娘家以后 得到的重视 所以大家要比拼啊 这个 不是拼爹啊 在外是拼爹啊 回娘家 拼夫啊 女儿最在乎的 就是回到家里 姐妹之间 爸爸妈妈说谁最好 这个 这个 在白六叔的 这个小说里啊 也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她的老公 离婚了 离婚以后 带回的钱用完了 所以她在家里呢 抬不起头来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女主角 被两个嫂嫂欺负 哥哥无能 也就罢了 就是她的妈妈呢 却也不帮她 照说啊 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个女儿啊 这个嫁了一个摔老公 这个 而且家里就 老公死来了 抱上 要不要回去分遗产等等 刘叔不想回去 家里人要逼她回去 叫她过季一个孩子 分点财产 其实就是一辈子 守个名分守活稿啊 这个眼看又是一个蹊跷 刘叔呢 不愿意 就去求她的妈妈 可她妈妈也不帮她 张爱玲小说里的母亲的形象啊 紧要关头都是不帮小孩的 这个我们以后再集中讨论 这个在跟她妈妈谈话以后啊 白六叔在她母亲这个床前啊 戚戚凉凉凉跪着 听到了她妈妈的话 就把手里的绣花鞋帮子啊 紧紧按在心口上 戳在弦上的一枚针啊 扎了手也不觉得疼 小声道 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 住不得了 其实在三四十年代啊 上海是比香港更发达的城市 但是为 为了让上海人做香港梦啊 为了拖出白留书 离家冒险的合理性 在青城之链 上海的白宫馆呢 被写成一个非常守旧的地方 跟了香港的这个浪漫的 这个潜水湾啊 形成对照 小说的第一句就说 这个上海啊 为了节省天光啊 什么钟都铺快了一个小时 可是白宫馆呢 还用老的钟 所以这个 人我们的十点是 他们的十点是人家的十一点 他们唱歌走了板 跟不上盛名的胡琴 就巧妙的把地域背景差异啊 和时代步伐 混合在一起来表现 所以这个白宫馆呢 始终有一个胡琴旋律伴奏 胡琴咽呀呀的拉 在万盏灯的夜晚 拉过来又拉过去 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不问也罢 这是小说开始的一个基调 这么一个在传统礼教 这个娘家已经待不下去的寡妇 怎么才能逃离白宫馆 重新投入爱情战场 怎么找回这个自信勇气呢 明的机会呢 是一个叫徐太太的劝告 说找事啊都是假的 还是找个人是真的 于是带来了 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千岁关的邀请 但最重要的转折 这个自信和勇气啊 却来自于留书在阁楼上的照镜子 这样描写啊 大家看 上了楼到了他自己的屋子里 他开了灯 铺在穿衣镜上 端详他自己 还好 他还不怎么老 他那一类娇小的身躯 是最不显老的一种 永远是千细的腰 孩子似的萌芽的乳 乳就乳房啊 他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瓷 现在由瓷变成玉 半透明的 清清的玉 前面一个清是分量的清 后面是清天的清 清清的玉 瞎合起初是圆的 近年来渐渐尖了 越显得小小的脸 这个好像自然美容啊 脸变尖了 小的可爱 脸棚原来是窄的 但是眉心很宽 一双胶滴滴滴滴胶的清水眼 阳台上 四爷又拉起了胡琴来 依着那一阳顿错的调子 刘叔不由的偏着头 微微飞了跟眼风 做了个手势 他对着镜子这一表姐 那胡琴听上去 便不是胡琴 而是生肖情色 奏着幽城的庙堂舞曲 他向左走了两步 又向右走了几步 他走一步路 都仿佛是合着 湿了船的古代音乐的节拍 他忽然笑了 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 那音乐便嘎然而止 为什么是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呢 这个细节特别值得探讨 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 女性主义理论家 叫伊利格瑞 他说目前为止 所有关于女性的想象 都是来自男性的观点 他们的意思是说 女性的理论表达 都是在男性的概念当中产生的 所以呢 这个父权制文化呢 就是用一种概念来表达女性 陷入了这个 男性主体自恋服务的体系 啥意思呢 就是说 女人称赞自己的美丽啊 其实是在符合男人的标准 在说白了 说简单话 但是呢 他说也有一种叫阴性女性 就是女人眼中的女人 所以他说男人眼中的女人 并不是真实的女人 他们就把女人 当作男人阳性的一个反应 更简单的说吧 男人观看女人 是看到的根本不是女人 而是男人自己的欲望 好了 问题来了 留书在镜中看到的自己 他到底是男人眼中 欲望中的 喜欢的女性呢 还是一个 不大符合男人欲望的 一个 阴性女性呢 我们下期讨论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